头号嫌疑犯艾伦李正和那女性熟食 当时艾伦就住在受害者家500米远的地方 而那个地方也正好是地下室 然后再往后说 十二宫杀手销声匿迹了四年对吧 而这四年艾伦李又正好因为一些小偷小摸的罪被判刑四年 这大量的巧合加在一起就不巧合了 可偏偏还是缺少指纹自己这样的直接证据 不过这让本来已经被消磨了志气的大威又振作了起来 继续开始追踪十二宫杀手 而完成了自己所有能做的事情以后 罗伯特也彻底放下了此事 把七零八岁的各种证据交付了警方 而自己独自一人找到了在超市里打工的艾伦李 两人在沉默中对视许久 罗伯特似乎从艾伦的眼中得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真相 回去之后完成了他的书 七年半之后 这本讲述十二宫杀手的书已经发布顿时畅销一时